那今天這個國民黨去拜會的一些內容也都出來了 包括這個韓國瑜去討好陳昭之 說他跟陳水扁很熟 包括被黃珊珊被爆料 說要求韓國瑜不要讓這個國民黨的立委再罵他了 你怎麼看黃珊珊真的會在乎這件事嗎 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黃珊珊當然在乎啊 所以當然他跟韓國瑜求勞 我覺得他是求勞錯對象 你居然講求勞 民眾把票還沒投出去哦 那這不是跟韓國瑜求勞 什麼是求勞我問你 這不是叫韓國瑜放我一碼嗎 黃靖民你們嫌票多了 嫌票多了 你不用相信那8票到底會分裂投票還是4票加4票 如何去黨進黨出還是怎麼樣 說要團進團出的不就是柯P嗎 對啊 那現在說要分裂投票的也是民眾黨團嗎 那所以你剛剛問我了 我就可以現在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國民黨當然擔心啊 你常常變來變去不到最後一刻 你柯文哲採取的就是一種藍綠包牌的戰略嘛 否則你何必在一二十九號早上面試完韓國瑜跟江啟臣 一二十九號下午又面試游祁坤呢 這不是叫韓國瑜放我一碼嗎 黃靖民你們嫌票多了 嫌票多了 你不用相信那8票到底會分裂投票還是4票加4票如何去黨進黨出還是怎麼樣 說要團進團出的不就是柯P嗎 那現在說要分裂投票的也是民眾黨團嗎 那所以你剛剛問我了 我就可以現在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國民黨當然擔心啊 你常常變來變去不到最後一刻 你柯文哲採取的就是一種藍綠包牌的戰略嘛 否則你何必在一二十九號早上面試完韓國瑜跟江啟臣 一二十九號下午又面試游祁坤呢 然後還說一定要到他的這個閉門會談 然後柯P又講說沒有關係啊 民眾黨團跟柯P唱雙簧 民眾黨說如果不要閉門會談就尊重當事人安排 那當事人說不要我們也可以尊重 所以跟韓國瑜談過 韓國瑜說沒關係 那就要按照原來的談好的方式 柯文哲不是說過他最痛恨密室協商嗎 是啊所以柯文哲後來又講 他不是說黨藝他最痛恨碾壓民意嗎 是啊又其但是柯文哲是不是說過 如果不肯閉門協商閉門談的話 那就是來過場而已 所以我就要問你問觀眾朋友們 請問哪一個是真實的柯文哲 你這樣講到底你想要閉門還是不想閉門 如果不閉門的話就是來過場而已 是啊我就是來過場選舉 哪有不跟選民敗票的道理呢 這是一種民主政治的正常的過程 也是一種民主的禮貌 藍綠都會做游祁坤會做韓國瑜當然也會做 游祁坤想支持民眾黨的八票的支持 這民眾黨團的八個立委都是選民 韓國瑜也想啊 藍綠都在做選舉常見到的畫面跟做的事情 那柯文哲就像我們所熟知的選民至上 OK我也我也能夠理解 所以當藍綠都配合你只好閉門了 因為你說過了 不來答應閉門這個會談的 就只是來過場而已 就表示說你連來都不想來 我幫你翻成大白話 你連敗票都不用了 因為你根本無心來跟我們這八個選民好好的談話 這不就是綁架了藍綠兩黨黨團嗎 八席的立委可以發揮到八十席的這個作用嗎 你不覺得他真的把八席發揮到八十席那麼威嗎 所以這麼威的情況下 當然國民黨會會有擔心啊 我也不期望 雖然有些人講說哎呀 有人直接像包括吳子嘉董事長就說 我認為這八席一定會投給小蘭啦 一定會投給國民黨 我都講錯了 你看投給國民黨 那最後他們就變小蘭 你覺得他們會願意嗎 我一直壓根到此刻 甚至到二月一號後天 真的到投票的那一刻早上 我都還是不相信他們會投給韓國瑜和國民黨 就是因為沒有互信基礎嘛 那如果沒有投給國民黨 我知道的是也無所謂 那就是韓國瑜跟江啟成沒當選 很多人猜測說不會投給國民黨 不會投給韓國瑜 然後下午會投給這個江啟成 或什麼分類的 不可能 國民黨已經講得很清楚 韓國瑜跟江啟成都一樣 同進同出 就跟游錫坤跟這個蔡其昌一樣 也是同進同出 藍綠都不可能讓你民眾黨 因為這樣的關係說 下午你投給誰 早上投給誰 然後韓國瑜或游錫坤當選 下午就是由蔡其昌跟江啟成會不同的 沒有這種狀況 只有一個一種結局 不是油就是韓 就這麼簡單 那這樣一個結果就是 我不認為他民眾黨會投給國民黨 那民眾黨可能還是會投給自己 你怎麼會這麼怕呢 昨天 黃國昌碰到韓國瑜的時候笑得多開心啊 昨天看起來整個立法院民眾黨 是黃國昌這樣掌握全局耶 你不認為嗎 黃珊珊只能在旁邊笑啊 你忘了國昌老師是影帝級啦 哦 他在那邊掌控全局 但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美感 昨天下樓的時候 那個黃珊珊後來在準備要到前面有一個麥克風 他示意黃國昌有個動作 你去站到西位 你是說他命令黃國昌去站 他不是命令黃國昌 黃國昌就去站了 他是有點示意 那黃國昌就站到西位去 然後黃珊珊就站到黃國昌旁邊去 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命令 黃國昌取勢隨隨便便的人 可以命令得了他 他也不送扣 否則他就太離譜啦 你命令我啦 所以他就在西位 因為而是我解讀 一黃珊珊並不想親自直接第一個接待韓國瑜跟江啟成 我幹嘛站在第一個 我也不是那麼情願啊 那就要黃國昌你喜歡卡在西位 然後你接待又有你接待 我不必面臨這個 那游錫坤總該換成黃珊珊了吧 那重樣的道理 那就是讓黃國昌去 然後我就不要站在最前面 因為以避免人家說閒話 說你看果然是小英女孩 所以游錫坤的話同樣有這種道理 我如果站在前面 而且綠營對黃國昌仇恨之高 然後不如趁這個時候 讓這個黃國昌去面對游錫坤 然後去有點類似像韓國瑜跟那個 黃國昌一樣一爆免恩仇 那同樣的你跟游錫坤 你跟韓國瑜都可以做到你跟游錫坤 何況你跟游錫坤就像柯B講的 游錫坤對民眾黨對他來說都沒有打他 也不出二言 那黃珊珊跟綠營也幾乎都沒有這個 結太大的糧子 黃珊珊對民進黨沒有沒有罵太多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 讓黃國昌去表現 再加上黃國昌的確演得恰如其分 韓國瑜說要爆黃國昌也沒拒絕 那兩個人就懶著會 黃國昌要跟蔡西雙爆爆了 所以啦 所以黃國昌會演的嘛 他適合他所以我才講他影帝級 從以前戲子影帝開始 這個書籠不是白拿的 那黃珊珊幹嘛去獵成人之美呢 幹嘛去跟黃國昌搶 所以這樣的氛圍上 黃國昌跟黃珊珊當然是民眾黨未來的兩顆 正在懶懶升起的太陽 再加上這八席立委當中 唯一有立委經驗的 當然是專屬黃國昌 黃珊珊又沒有 所以我還是判斷 黃國昌一定是民眾黨 立法院黨團的總召當之無愧 要不然韓國瑜昨天幹嘛稱之為 稱他雖然黃國昌總召 總召兩個都姓黃 但是他講的總召的對象是黃國昌 黃國昌可以拒絕 不是我不是我 可能是黃珊珊 黃國昌這方面他就演不出來了 欣然接受 我就是總召 抱抱也不給我的話 心裡爽的 對不對 因為未來的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才是戰場 才是美光燈的焦點 要不然你看柯P幹嘛 今天一大早七點二十幾分不到 七點半他就騎車到那個民進黨 民眾黨立法院黨團青老東路去 然後看到二十個這個媒體記者 還裝作很差異的表情 你們怎麼在這邊 明明就想要媒體拍到 對你明明就想要媒體關注你嘛 你成統大學落幕了 要不然美光燈沒在你這邊 你這些事情開會 其實用視訊或用LINE開會都可以 柯P也做得到 你說他騎腳踏車來的 他騎腳踏車去 那為什麼總說要坐公車給人家拍 背個斜斜的公司包 你講完之後搞不好下禮拜他就坐公車 下次民眾黨黨團大會搞不好就坐公車 或者是找人家載他 都有可能各種交通工具都要試一遍 踹一下然後讓媒體拍 這就是一種吸引鏡頭的焦點 和一個撇包嘛 所以今天柯P也是有算過的 你看到那邊一語不發 人家問他自己他什麼都不想講 怎麼只能有黃國昌黃珊珊 一定要有柯文哲啊 那因為民眾黨主席是我啊 這個時候我當然要出現在你們面前 要不然到時候我真的變角落生物了 怎麼辦 實質上跟表面上都被角落生物 這不是我阿伯需要的這個狀況 所以可是很明顯的政治就是這樣現實 未來的立法院國會就是主要的攻防 攻防的戰場 那民眾黨的黨團也一定是攻防焦點 攻防戰場中的戰場 你柯P要不要常常去去啊 你不去到時候被冷落了 以後人家還以為民眾黨黨主席是 黃珊珊或是黃國昌怎麼辦 那衝擊他們兩個人不就是民眾黨黨團幹 搞不好一個總召一個副總召 就是這樣的狀況擺出這個 讓兩個人取得恐怖平衡 因為兩個人其實本來就有心結 我記得我也曾經在節目中選舉的時候講過 選舉期間 我說為了這個選舉金貝怎麼花用 然後報多少錢 三十萬元的音響備用 還是五十萬元 兩個人就有點不太爽對方了 這一點小事情 都會彼此有一點這個 妹妹嘎嘎 對更何況是其他更大的事情的 所以我覺得 民眾黨如果持續的這樣的一個態勢 和內部這樣的一個內耗的話 我不認為那麼快的瓦解 有人雖然認為民眾黨會很快的瓦解 不會民眾黨底氣很足的 起碼阿伯還有很多的粉絲 可以給他們這樣子 不斷的去try跟run 但是他如果找不到更新的人 再來取代黃國昌跟黃珊珊的話 光是這兩個人很快就會把民眾黨 搞得分崩離析